各位家庭好朋友 各位民主記者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才剛站上被巡台 綠營議員立刻發動攻勢 團團包圍林子廟 議會上拉起白色圈軸 上頭寫著 貪污縣長下台 反對家族幹證 藍營議員見狀 立刻上前護航 林子廟縣長 目前看來已經是不適任的 一位縣長 那我們也希望說 他應該要積極 勇敢的來面對司法案件 綠營有備而來 針對林子廟土地弊案 羅東1558D號 免科針土地增值稅案 與特殊洗錢案 趁現議會27號上午 開幕這一刻 發動無聲抗議 尊重他們 先舉一道 人花招很多 不滿綠營利用議場 發動抗議 藍營也針對競爭對手 發動反擊 剛好選人 他的圖利事件 和他的假學利事件 來回應 他都沒有手手 不聽到乾淨了 整天來想要說人家怎麼 說怎麼 做策法就策 這樣有道理 對於這個縣長本身 涉及這麼多的刑案 被起訴的不問 表達他們的意見 我們予以尊重 隨著選戰 進入最後兩個月 林子廟貪污弊案 持續延燒 綠營放大檢視 一舉一動 都成為宜蘭政壇上的 矚目焦點 繼續往防身 汪啟兵 黃蓉 參訪報導 在在醫院裡 中央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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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